白鋒 白鋒 黑鋒 右く Заноjo 行程的一個你就不會怎麼樣 就是 沖著雪 因為我們沒有去雲泉城 所以港澄族之前就要去二手店 現在立刻衝進去 其實裏面真的有三副鞋物一定找到 還有電器 裝飾品 甚至是碗碟碟碟也有 2nd Street在日本都非常多分店 東京大阪當然多 對象來說 男女老幼你都會看到 因為它賣的物品種類有很多不同 亦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細心找的話 其實一定會尋到寶 很多本土日本的品牌 或者是外地的品牌 你都可以在2nd Street找到 因應那件物品的新舊程度 就會有不同的價錢 幾百日圓到幾千日圓不等 有些人問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彈二手店 因為其實很多很新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衣服 其實不是真的夠了 女兒其實也有很多 不是有這些 正常上班都可以穿到 都是九百日圓 或者有時候會看到有些有牌子的衣服 都會看到 新舊程度都 都很多都很新 其實 總之都是有時候會在東京看到那些品牌 都會看到 或者一些歐美的品牌 都會看到 偶爾會有 甚至那些 外國來的那些 都會有的 即是Polo那些都會有的 我這麼生氣也很多 因為這邊好多 那我喜歡的KBF 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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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裙文應該完結了 要买5-2010,000日圓 現在13,000日圓,當然買了 這件Gram外套都很棒 16,000日圓 不要管新款夠款 總之名牌包包都可以買 二手古作店都會有減價 想知道它減價的最新情報 記住逛街之前 上網站或追蹤它的網站 和IG 你就會知道更多 因為它的品牌真的挺多 全靠很多日本人 都會把自己不穿的衣服 或穿過一兩次的衣服 寄在這些地方 所以意義也十分重大 有環保 大家也可以買到自己心愛的東西 2nd Street 其實都會有分到很多不同大小型店鋪 有些只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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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杯杯碟碟 家居用品都可以買 所以去之前做一下資料搜集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分享 下次去日本記得按下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 拜拜